哈喽朋友大家好 我现在在柬埔寨的首都金边啊 这是首都市中庆的位置啊 大家看这个塑像 这是可以说是柬埔寨的地标性建筑啊 这个有一个有一个人物的塑像 我们看一下是谁啊 他是这个柬埔寨的国王西哈努克 西哈努克对中国来说很著名啊 很有名啊 好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啊 这个广场啊 叫做独立广场 或者说叫做独立公园 这是金边市中心 就是靠近总统府吧 他这个也是一个相当于柬埔寨最伟大的人啊 西哈努克 现在是黄昏时分啊 所以说拍的不是很清晰啊 他是面朝东方啊 所以说早上的时候啊 应该会拍的更清晰啊 但是黄昏有黄昏的韵味啊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西哈努克塑像啊 西哈努克 大家都知道吧 不用我多讲啊 西哈努克是中国的老朋友了 在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 经常访问中国啊 而且中国领导人啊 我们伟大的主席毛主席啊 还有那个周董李啊 都接见过他 他在中国住的时间也非常长啊 对中国可以说非常清静啊 就是这个西哈努克 他已经去世了 才去世没几年好像 这是特地伟他素的一个雕像 他在柬埔寨人心中啊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啊 这个柬埔寨也是一个国王制的国家啊 他这个国王呀很特殊啊 具体政治的也不是很清楚啊 但是他这个国王 和其他泰国那边国王还不是很一样啊 我们近距离看一下啊 因为有点反光啊 所以说拍不很清楚啊 我看一下 西哈努克 哎呀怎么 啊 这样看清楚了吧 这样看清楚了吧 长得有点微胖啊 看上去非常和善的一个老人哈 那我们看一下 啊 啊 2019 22年 15 他什么意思 反正是2012年去世了 大家看一下 这还是非常华丽的 非常华丽的 面朝东方 非常神圣啊 好 我们看一下周围啊 啊 周围 周围是一个巨大的广场 这这广场可以称为是这个中央公园了 四四方方 啊 长方形的 非常 人非常多 非常热闹啊 可以称为是柬埔寨的中央公园了 嗯 每天晚上乌央乌央的人啊 非常多啊 看一下西卡努克塑像 大家大致了解一下就行了啊 别国历史咱也说不很清楚啊 好我们看一下后面 后面 就是这个柬埔寨的地标性建筑了啊 叫做柬埔寨独立纪念碑啊 嗯 也是地标性建筑 那个比较古老 比他还 比这个还要早得多 因为一一般那个 宣传画展都是这个 所以说那个下个视频再拍 我们就拍下这个 对吧 这个塑像啊 西哈努克 国王 他是国王 我们从后面看一下 后面看一下 典型的柬埔寨风格一个 一个塔 东南亚都是这种风格的塔